過年連假各地都將有人潮 不少人進行已經開始安排旅遊和訂房 有民眾預計在過年期間到台東旅遊 訂房過程中卻發現有知名飯店家庭房一晚要價17000元 雖然房價附贈早晚餐 但民眾還是非常猶豫認為價格過高 天文一出有人就算說國旅價格越來越高 還不如去日本旅遊 另外還有民眾到日本旅遊進到當地居酒屋後 發現一串入串只要日幣150 但反觀台灣遺傳卻要賣120元台幣 民眾發文開算以前聽說日本物價高 結果去一次發現暗匯率下來台灣的東西 甚至賣得比日本還貴 也讓民眾感嘆當前基本薪資還在29K 在物價回不去的趨勢下 如何讓薪資跟上也成為政府未來最重要課題 東旅新聞綜合報導 題文上貼著一張黃色的告示 上面寫著出租炸臭豆腐 鹹酥雞 冰藏葉 有民眾經過看到這一幕好奇為什麼是這三種行業 也拍下PO網發文 這輩子第一次看到這種要求 吸引大批網友留言討論 有人外露說先把字給打對吧 但大多數留言還是說這一定是個鄰居有糾紛 就覺得有點奇特啊 就覺得蠻特別這樣 可能鄰居的關係比較不好這樣 也可能只是屋主自己比較特別的那個事 張鐵告示的地點 在台中市西區美村路附近的一處住宅區 40歲的屋主疑似是與2樓的承租客 因為音量問題發生爭執 兩人僵持了一年多 最終在一個月前 屋主貼上了這張現租三種行業的承租告示 他都是每天都覺得人家在吵他 他都覺得他睡覺的時候11點以後 有人哭哭哭這樣的聲音 其實都沒有自己有毛病 可能就是跟所有的鄰居都不好 他沒有要出租的 他是故意這樣寫的 因為樓上他是樓上太吵了 然後他想說就不要讓我們走06歲也好過 不僅是網友附近的住戶 也都認為屋主是想透過承租特定行業 來嚇嚇大家 但屋主是這麼說的 沒有啊 就是只想要住給這幾個行業 讓我們這條街更繁榮吧 看起來他可能就是有兩種狀態 第一種就是他的包容性特別的大 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個可能他跟鄰居之間 有一些情緒對待 我們可以朝這兩方來做一個狹障 不論是因為鄰居間的紛爭 或者是屋主單純享租 這件事也在網路上掀起大批網友們的討論 而屋主也表示 目前房屋招租的情形也交由 專業人士處理 東森新聞馬瑞 睡成立嫌料林軒 台中報導 拿清潔劑又噴又刷 浴缸立刻變得乾乾淨淨 這還沒完 拿起吸塵器 每個角落都不放過 房屋員跟時間賽跑一天八小時 就是要至少做時間房間 也因此飯店業者大缺工 由於房屋員真的很缺 為了吸引更多人才 現在五星級飯店開始砸大錢 像是煙波大飯店 針對基層的房屋員 每年12碗免費住宿 還有日月潭雲品酒店 九月份開始實施週休三日 等於員工每年多出52天假 加上薪水都用日薪計算 等同加薪13% 從業人員有感加薪 可以觀察出飯店旅宿業者 對於人力需求極大 另外國泰金控指出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將2025年基本工資 從27000左右調升至28000 使星也從183調整至190 兩者漲幅皆4.1% 由於物價也飛漲 超過五成民眾認為薪資 將調漲 其中26.7% 預期幅度大於3% 調薪預期較去年樂觀 東城新聞生活中心綜合報導 鐵門上除了春聯 還貼了一張黃色的告示 寫著出租炸臭豆腐 鹹酥雞 還有殯葬葉 民眾路過看到這一幕 也拍下PO網發文 這輩子第一次看到這種要求 吸引大批網友的留言 有人說先把錯字改對吧 也有人說屋主是個狠人 這張告示就張貼在 台中市西區每村路一段的 這條巷弄內 但是呢 馬路就這麼寬一旁 還有停放汽機車 就有民眾提出質疑 狭窄的巷弄內 真的有辦法開啟這些店嗎 還有人說 會不會是住戶間的糾紛 他都覺得他睡覺的時候 11點以後 有人摳摳摳 這樣的聲音 其實都沒有 這個住宅區 其實就在熱鬧的美村路附近 擁擠的巷弄內 回收車經過也要左閃右閃 附近住戶也說 若是要選擇開店 還是到美村路會比較有商機 同時透露 屋主其實並不會將房屋出租 心情可能有委屈吧 所以才會這樣子 據了解事件的起因疑似 是因為2樓的租客 在深夜11點時 會發出噪音 讓住在1樓的屋主十分困擾 這才讓兩人 喜樂爭執糾纏 一年多 就連原先放在門口的職載 也被檢舉移走 最終在一個多月前 屋主掛上了租屋告示 讓重油煙的炸物店 以及殯葬宴 進出於次 因為這個是巷子裡面 然後它也不是開在大馬路 也不確定這邊人潮會不會走進來 而且臭豆腐鹹酥雞 這味道都蠻重的 然後如果是開在住家旁邊 可能真的要看狀況 不僅網友 這連附近住戶都認為 屋主是想透過承租這三種業者 來嚇嚇大家 還私下透露 屋主確實是因為與租客的紛爭 才會掛上這張出租告示 但詢問屋主得到的反應 卻是相反 就想要租給這幾個行業 讓我們這條街更繁榮 古人說 曾經買房子 萬經買就好處逼 兩人的紛爭 因為網友拍下這罕見的承租條件 而浮上台面 同時也在網路上掀起討論 東森新聞陳立顯料領軒 台中報導 房屋瓷磚黑一片黃一片 門窗都是鐵鏽 一樓門拉下 號稱就能變身小住宅 沙發和鐵門 只距離一個瓷磚 沒有隔間規劃 廚房 辦公桌 床鋪 都在同一個空間 位於新北市的中古屋 開價458萬 打出能當倉庫也能當住家 要趕快賣 因為看看今年第三季 全台代售的中古屋 就接近11萬件 創下歷史同期次高 來看看七都各區域 中古屋的代售存量 第一名台中市就有超過兩萬戶 而第二名新北市 則是有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二戶 桃園市則位置第三名 不只中古屋代售量逆市大增 大台北地區九月房價只住一百八十點零八 月增幾乎沒動 只有百分之零點零八 顯示市場確實受到央行政策影響 專家更直接警告不該再有第八波 央行說要給投資客教訓 其實是先教訓了換屋的人 所以先教訓了有一些貸款 這個貸不到的人 所以基本上核心還是沒有抓住 其實現在的市場已經很明顯的降溫 我覺得第八波央行是沒有那個必要 也就是說央行十二月即將到來的 第四季里監視會議能評估的 只有第三季的數據可能又會誤判 光看價格實價登陸的成交行情 時差也可能會來到三個月以上 根本也不是當下的真實情況 從簽約到過付大概就要一個月 而且現在貸款也不容易 可能還超過一個月 但是實價登陸上是足筆去審核 內政部實價登陸 足筆審核要到兩個月以後 資料庫才能完整 所以它公布的時候 實際上公布行情的時候 都已經落後三個月 央行打炒房惹得一堆民怨 如今專家也認為 不應該讓錯誤政策扭曲市場 傷害到產業的正常發展 中文財經新聞劉子彈 蔡英佩 新北報導 神了 llevar審核